接下來的話呢 為各位示範的這一道是B10的第四道 叫做冰綠茶多多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先把材料都拿回來了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茶葉 然後他用的這個多多的話 事實上會提供一罐的養樂多 而且呢 請你等一下在用的時候 要把它整罐都倒完 曾經有些人他倒的時候 可能會留半罐 半罐就不是100毫升 我們這邊寫的100毫升 如果你有機會來看到的話 這上面這一罐他就是100毫升 所以整罐要把它用完的 那記得放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標籤 要標籤要向前 因為這個不是很明顯 有時候你放的時候 標籤沒有向前 就會被扣分 標籤要向前 一樣 果糖標籤向前 然後呢 他的裝飾物只有寫到紅櫻桃 紅櫻桃在用可靈杯裝的飲料當中呢 基本上他都是用櫻桃擦 把它擦起來 要放在這上面 所以沒有用到小刀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道的圓盤 就只有一個 也就是櫻桃 等一下放在一起 跟吸管 都是放在這個圓盤 沒有兩個圓盤喔 因為我們沒有切東西嘛對不對 那其他的東西照這樣子放 好 所以呢 東西都把它拿回來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呢 先把櫻桃呢 把它串起來 那串櫻桃的時候 我跟各位 講過要注意一個重點就是 串的位置 稍微偏高一點 這樣子等一下放在杯子上面 它才會 才會直直的往上翹這樣子 好 串好之後呢 前置作業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進到調製過程 調製一開始的時候呢 請你特別注意 假設這一道 有取到水的時候 調製一開始 我們要先去取水 所以呢 我現在先去取水 那取水的量呢 大概是在 這個 這個 湖的 三分之一左右 三分之一左右 也不要取了一整湖回來 那 那 如果這個 煎瓶 它沒有特別去注意 你這個部分 可能沒關係 它如果有特別注意 搞不好它會認為你 用掉太多材料 好 謝謝 好 取回來了 取回來之後呢 請把它先放著 這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 扣分的地方就是 你把水取回來之後 有沒有先來洗手 所以呢 有取到水的時候 是先取水 再洗手 如果沒有取到水的時候 是調製一開始就先洗手 然後請記得我都有擦手 好 好了之後呢 就要考慮要不要溫杯冰杯等等 那這一道是沒有 它是準備要來泡茶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 沖茶器呢 先用熱水 給它溫苦一下 順便洗一洗 倒掉 然後呢 把茶葉倒進來 然後呢 水量呢 大概是加到 因為這是冰的茶飲 水量大概是加到全滿的 十分滿的五成左右 五分左右 這個水量會影響到你的口感 跟 最後你調出來飲料的一個量 加到大概五分滿 然後呢 擠壓一下 擠壓幾下之後呢 給它去浸置 那請注意呢 這個 這個 它的這個網子 大概要浸到水的下面一點點 但是你不能把它全部封起來 這樣就沒有 沒有泡的效果 要浸到下面一點點 先給它放回來 這要浸超過一分鐘 然後這個時候呢 把這個裡面呢 加冰塊 因為等一下要冰鎮 加水 好 再稍微擠壓一下 差不多了 看一下顏色 差不多了 然後呢 把它倒 倒到 搖酒器的下座 只要是 只要是這個 要用搖 搖檔法的方法的 它的這個飲料是倒到 搖酒器的這個下杯當中 然後把它放到冰水當中去 冰鎮 這樣子的方式 邊冰鎮的時候呢 邊用手去觸摸 因為假設你冰鎮的不是很完全 等一下我們加冰塊下去之後呢 冰塊就很快溶解掉了 那你的口感就會不對 所以這個動作可能還要花個 搞不好還要花個三四十秒喔 你不要想說就放進來 五秒鐘十秒鐘可能就好了 要讓它完全冰鎮下來 可能還要一點時間 好差不多了 這個直接把它倒掉 你看我這個都一直沒有放下去 因為這是濕的 當然放下去也可以啦 就是這裡會濕掉 一般來講 這張紙巾只要有稍微濕掉一些 會被扣到一點分數 所以可能的話 時間還夠的話 都稍微注意一下 好然後呢 放冰塊到八分滿 有些人這個地方不敢放冰塊 就是放的少 放的少等一下萬一 萬一這個搖出來不夠冰 冰塊溶解掉就麻煩了 所以這邊請你 放到大概八分滿左右 因為我們剩下 還要再加的東西不是很多 就是垃圾 這個瓶子先不要丟掉 把果糖加進去 把果糖加進去 這個東西你會發現我是放在紙巾上面 這個跟衛生有關係 然後呢 把它蓋起來 然後呢 蓋一定要先蓋中間 再蓋上面 不然會蓋不緊 好 這一直倒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不停的時候 要停下來 不然沒有冰塊 這個好像有點不合 倒完之後這裡面可以剩下一些些 但是不能超過20毫升 好了 裝飾物 放下去 這個高度是還可以 因為它實際的量大概到 8.5分左右 然後有一點泡泡是可以這樣 這一道是 冰綠茶多多 好 謝謝 關鍵 按摩 我跟你說